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也是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让那么多的人见证了中国的辉煌 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升会 更是一场展示中国文化和发展的盛宴 本文将详细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个方面 1.申办过程 北京在1993年曾申办过2000年奥运会 但当时败给了悉尼 吸取了上次申办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于2001年再次申办2008年奥运会 这次北京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 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赢得了举办权 2.场馆建设 为了举办这次奥运会 北京兴建了多座现代化的体育场馆 其中最著名的是鸟巢和水立方 鸟巢全名为国家体育场 是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 它的外形像一个巨大的鸟巢 因此得名 鸟巢可容纳约9万名观众 是开幕式 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的主要场馆 水立方全名为国家游泳中心 是北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场馆 它的外观像一块蓝色的水晶 表面有许多气泡状的磨结构组成 水立方不仅外形独特 内部设施也非常先进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游泳场馆之一 3.开幕式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鸟巢隆重举行 开幕式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 以和谐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 表演 开幕式上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5000年的灿烂文化 从古代四大发明到现代高科技 从传统京剧到现代舞蹈 表演内容丰富多彩 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 由2008名演员表演的吉否 这一环节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 点燃圣火 开幕式的高潮是点燃奥运圣火 体操王子李宁在空中飞行一圈后 点燃了鸟巢顶部的圣火盆 这一瞬间成为了奥运历史上的经典时刻 4.比赛项目 北京奥运会设有28个大项 302个小项的比赛 这次奥运会吸引了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中国队表现 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获得了51枚金牌、21枚银牌和28枚铜牌 总奖牌数位列世界第一 其中,中国在乒乓球、跳水、举重等项目上表现尤为出色 世界纪录 在北京奥运会上,多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美国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 在此次奥运会上夺得了8枚金牌 创造了单季奥运会个人夺金最多的纪录 此外 亚买加田径选手尤塞恩博尔特也在男子100米和200米比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 5.闭幕式 2008年8月24日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在鸟巢举行 闭幕式上 各国运动员欢聚一堂 庆祝这一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 闭幕式的主题是欢乐庆典 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动感音乐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国家 伦敦交接 闭幕式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奥运会的交接仪式 伦敦作为201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接过了奥运会的旗帜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 从北京奥组委主席刘起手中接过奥运会旗 标志着北京奥运会的正式结束和伦敦奥运会的开始 6.影响与意义 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 更是一场展示中国综合实力的盛宴 经济发展 北京奥运会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举办奥运会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新建的高速铁路、地铁和机场等设施 极大的改善了北京的交通状况 此外 奥运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 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社会进步 北京奥运会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了迎接奥运会 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 做出了巨大努力 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 市民的文明素质也得到了提升 文化交流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全球文化交流的盛会 通过奥运会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现代化的发展成就 同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 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总结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过这次奥运会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 更是一场展示中国发展的盛宴 通过这次奥运会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必将载入史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